然后转回国内来关心金门守军在昨天首次击落了中共无人机之后 在今天又有两架次来犯 我方发射信号弹驱离 无人机就立刻掉头回厦门 我军展示了反击能力 前参谋总长李启明也给了信心 认为当然要打下来 以反击中共的任职作战 李启明也示警 海峡中线被消失 恐怕会擦枪走火 因此面对对岸的威胁 应该要公开中共的军事手段 团结国人 民国47年9日海战 共军意图封锁金门 国军战前线抗敌 粉碎共军野心 64年后的今天 中共常态性军演进逼 国军坚守海江第一线 金门守军捍卫国土 这回更首次开火 击落几乎天天来访的对岸无人机 才展现我军反击能力 2号4个小时内 又有两架无人机来犯 但一件我方信号弹 就立刻掉头 驱离加上击落 展现我方底线 前参谋总长李启明 也认为国军做得对 我觉得他们做得还不错 制造一个就说 中国怎么一直在欺负人家 人家是忍无人 何忍 说全世界都会支持你 这个就是一种认知作战 假设他的无人机来了 你把他亮出来说 希望中国大陆改变他自己 不要变成一个极权战制的国家 拍了那些影片以后 他会PO给你们来影响我们台湾骂 理系民主张国军 硬起来反制 但不是只有开火这选项 也可善用心理战 尤其两岸情势紧张 共军意图擦掉海峡中线 更是两岸危险警讯 如果说你不断的压迫我 其实我不必要去跟我的国人 隐瞒的 你要想办法把它形成是一个恶霸 我们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你这样子才能够成功 我们最大的力量 绝对不是有多少军舰 最大的力量是全国 是不是都能够团结一致 确定悬殊善用不对称战略 在台海紧张情势里 持续对抗不挑衅 继续杨越达台报道